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有句话 我心即宇宙 以宇宙即我心 实际高维在哪 高维在内在 我们在三维空间看到的宇宙再遥远 再博大 它都是一个三维投影 都是一个三维的像 而投影源在哪 投影源在我们的内在 而这个投影源跟投影之间 像之间的关联 在这个宇宙中很有意思 有一个中间态 那个中间态的东西 大家知道是什么呀 核图 洛书 福西观天 它观到的是什么 是星 那些仰望星空的人 他仰望的那个星到底是什么 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 这个星是高维能量 成我们三维像的成像器的焦点 是焦点 也就是高维能量是通过这些焦点 作为一个通道 进入我们的三维空间 形成我们的三维空间像的 而这个焦点在我们身上也有 是什么呢 穴位 为什么星星这个焦点 恒星这个焦点 我们能看到 但穴位的焦点 我们看不到 我们知道在三维空间 一个照相物净 它一定有一个东西叫焦点 但是这个焦点我们看不见 这焦点什么情况下能让我们看见呢 我们把它放到太阳光底下 它聚焦 能聚焦到那一点 当无穷远的光 投上来 平行光来的时候 它会显现那个焦点的位置 而高维能量在星空里面呈现的是无穷远的能量 进入三维空间的焦点 所以大家注意 太阳的属性就像焦点一样 它只是发出 我们看到它 它只是发光 没有往回收的东西 这就是焦点 叫做成像 所以那个高维空间 带来所有高维信息的更高维度的空间 其实就是心 而那个空间高维在哪 在每个生命的内在 所以心即宇宙 宇宙即心 高维空间就是心 高维空间不在外面 而在里面 所以说 心法 所谓的心法 就是高维能量的运作方法 其实就是指着投影原理的运作 叫心法 在投影像上的运作 我们把它称之为方法 但投影原理的叫心法 万法必归于心法 万行必归于心形 你不会心法 不会心形 你只是在像上在运作 你是像的奴隶 你不可能进入到投影原 去四两拨千斤 我们到投影原理解决问题 其实不需要解决 叫化解 所有的收入到投影原理 你可以四两拨千斤 这就是禅创 在每一个企业里面都需要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禅创空间里面 我们可以共同进入我们的高维 在那个高维空间里面 可以化解一切我们面对的问题 很多问题根本不需要解决 它巨大的节省了我们的沟通成本 我们都知道在企业里面 我们内在的沟通成本 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成本实际是很高的 但是你要内在 这种沟通成本大大降低 我自己一直在践行 就是跟不同的宗教不同的门派 当你从更高一个维度跟它关联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冲突 有的全是化解 而且非常的容易 因为你从顶级从投论员去跟它关联的时候 你发现在那你马上找到合一的共性 从那个最合一共同的地方 你再看每一种不同 寥寥分明 而且你自己不会纠结于分别 你会享受同频共振 那会让你的生命非常的喜悦 非常的自在 充满了伐喜 你可以在现实中看到 当你的心念一转 一切化干戈为玉帛 这种感觉 在我们整个生命中随时可以发生 只要你学会了心法 只要你学会了跳到更高一个维度去看世间的一切事 那个时候已经不是看了 那个时候叫照见 因为从低维往高维叫观 不断的观 从高维往低维叫照 从外往内叫观 那叫内观 从内往外叫照 照见五蕴皆空 你可以照见一切事物的能量分布关系 站在这样一个格局里边 再去讲心法 就是高维实践 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但是三维实践检验三维真理 高维实践检验高维真理 我们习惯性的想用三维实践检验一切真理 那叫妄想 就像蚂蚁不可能检验人的真理一样 如果你相信蚂蚁不可能检验人的真理 你也就相信三维实践 不可能检验一切高维真理 但是现在这些科学家 所谓的科学家们 是否用三维实践检验一切的高维真理 站在更高一个维度上只有两个字 叫愚昧 或者叫愚痴 这个痴是知识带来的病 知识带来一个病里边一个痴 所以我在上次课里专门讲过 有一个对人很好的赞美就叫白痴 为什么呢 因为白痴是没有所知障 一个完全没有所知障的人 他是通透的 他跟自己的内在智慧当下是可以连接的 如果有人说我是白痴 我就说不好意思过奖了 因为我还没有做到没有所知障的地步 所以说我们人真正要从高维空间去解决事物 化解一切事物的话 一定要学会高维实践 高维实践有高维实践的条件 我今天早上刚才做的这三件事全是高维实践 所有的禅创全是高维实践 高维实践能够让我们超越一切知识的繁离 让我们真正的站到云端 驾驭时间的一切游戏规则 驾驭世间的一切游戏规则 驾驭世间的一切方法 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站在机器人的上面 才能真正的驾驭机器人 特别是现在的新生代的这些生命 我们的孩子们 其实孩子们带着与生俱来的高维智慧 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呵护好他们与生俱来的高维智慧 那叫童子宫 然后我们又能在他的生命过程之中 不断的让他开发出他更高境界的智慧 让他持续的提升 同时又让他学会在我们这个时空 和他们将生命存在的那个时空的游戏规则和驾驭工具的方法 很多人说让孩子们就去读经 就去做这个跟我们现实不相干的这些事情的话 其实有点偏薄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生命 每一个时代的游戏规则不一样 科学技术驾驭的工具不一样 如果他没有学会在那个时空里 融入那个当下时空的这种游戏规则和驾驭工具的方法的话 他跟他存在这个时空会产生隔阂 所以现在的教育是以真正的呵护他与生俱来的高维智慧 并持续唤醒高维智慧 同时让他学会在这个时空的游戏规则和驾驭工具的方法 他会和谐的存在在这个时空 完成他在这个时空的生命题目 这是我们这个教育的体系 在这两个体系里面 当时我们一般人会把这两个体系 一个想象是文化哲学 一个想象是科技 而我们这个理论体系把文化哲学科技 完全贯通成一个预境系统 变成一个整体了 否则我们说这学文科的和学理科的两种思维方法 两种国际规范 连教他的老师都是两类人 在他们脑子里一上就二 一接触这个就是二 但是我们这个系统让所有的人 接触到这个宇宙空间的一切东西都在一上 全部统一 以一贯之 就这个系统能够贯通 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自然科学 全部贯通 所以这样的话真正达到了整个内在和外在整体系统的合一 起码我们在系统建设上把它合一了 我们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不愿意上学 就是因为他知道学知识和学技术已经没用了 他们带着高维智慧他们心里明白 他们学再多的知识也学不过我们现在所谓的云端的这些信息 他再学技能也干不过机器人 所以我们让他花费在这方面花费他的生命精力没有用 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恰恰没有设定 怎么让他们把他们这个巨大的内在空间把它建构好 所以他上网玩游戏 因为那个可以在瞬间调动他的全部的认知 全部的能量在那个瞬间专注全部的意识 投入游戏的场景之中 他可以在游戏中扮演任何他想扮演的角色 不管是国王甚至宇宙之王星际之王他都能扮演 他能操纵巨大的虚拟空间里面的团队 因为什么他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的教育如果能够让在人的意识中建构一个极简的 用最少的知识建构一个无限拓展的空间结构 而这个空间结构使让他把所有的遇到的知识智慧 进入这个结构以后完全序化完全可以达到他们相互关联 毫无矛盾 这就是这个系统 智检心法建构的这套系统 而这套系统根本已经不需要普及 是我们人类共同走到今天大家共同成建起来的这么一个系统 就是借科学语境而建立起的这种系统 所以这个系统支持下的高危实践需要高危实践条件 最统的系统 最统的系统 我们莅一跟我发声 chapter Kol